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职业心理学学习新思维 我是亮正老师 我是佳娜 没经验该如何找工作呢 你是否曾经也在面试时说过 虽然我没有经验 但是我很愿意学习 这句话呢看起来好像很积极 但实质上却是一个大地雷吗 近期我们看到网友在发问说 因为他过去从来没有工作经验 进入职场之后一定有很多东西需要边做边学 可是他又听过一句话是说 我们花钱请你来工作不是来学习的 所以他就感到很害怕 想问一下大家说 这句话到底合不合理呢 有人说如果这个公司薪水给的够高就很合理 但也有人说这个就是灌老板的语录啊 所以这一集就来跟老师一起讨论看看吧 OK这一题我们在演讲已经讲了大概十几年了 真的假的 真的而且一刚开始的确 有些人其实是不以为懒的啦 那一直到前几年 听到台湾护国神山创办人张董事长 反正他就有提到说 他以前面试 他最害怕听到的就是 求职者跟他说 他很希望有机会到他们公司学习这样 对那至于完整的原文 请大家上网去查 因为我大概看到这个 接近这样子的语役啦 其实他强调的东西跟我我在讲这句话背后 我一定会补充的一件事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认为在整个工作历程中 无时无刻都在学习 就从你进公司的每一天 都在学习 所以其实我们认为整个工作历程 就业历程 学习这件事情是随时都在发生的 所以换句话讲说 学习是就业的必经历程 但是我后面都会补上一句 但他并不是你求职的目的 就是今天并不会是因为我今天要来工作 是因为我是要来学习的 那不然学习在哪里发生 其实学习是在学习机构 那所谓学习机构大概有简单划分两类 一类就是所谓的学校 那这是一个正式学习的管道跟机构 另外一个机构是在培训单位 那种培训单位很可能是 某一种技能的培训单位 或者是某一种专业的培训单位等等 那那个比较像训练 就是说他可以在短期内 或在一定时间之内 就相对比较快速的 让我们自己学会某一种能力 或者是技能 那学校他其实他会有比较多的目的跟功能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类型的机构 他真正的目的就是在学习 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 我们去这一类学习的机构 很少不用钱 事实上都是要付费 那今天即便说我们今天参加的是什么 政府的什么补助案 其实那个不是不用成本 那个是别人帮忙买单 也就是说基本上那样子的一个活动 其实都是透过速修 我们要去付我们的学费 然后我们投入在那个学习历程中 然后换取到我学到什么东西 可是今天去工作去就业 请问一下是谁付钱给谁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有人也许也不同意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今天从报道的第一天开始 我们经常这样讲 就是一个合法的公司 从报道的第一天开始 他就在这一个工作者身上开始发生成本 为什么 因为当天就必须投保 其实投保公司就必须在那一天就开始提拨 对这个人的保险费 那当天事实上就开始产生费用了 就算你做一天离职 其实还是要把那天薪水给他的 所以这样讲学习 可以这样分两种吗 一种是训练 一种是你本来要有这个基本能力 跟你进去公司碰到的不同的事物的学习 其实去公司基本上一定会碰到自己 不会做的事 我个人认为啦 就算说你可能经验都很丰富 我也不觉得就一定有办法处理所有的事情 上次公司的CEO 下到公司我们最基层的同仁 基本上都很有可能在他工作的期间 遇到他完全不曾经历过 甚至他也不会做的事 所以很可能在那个时间点一出现 他开始去尝试 我个人认为那就已经是学习的开始 那所以这句话到底该不该这样讲呢 该不该说我没有经验 但是我愿意学习 其实我们常常会说 同样的意向应该可以把它转换成为 让对方知道我的学习意愿跟能力是很OK的 先说我有什么样的能力 然后我也愿意学习 第一个是我碰到的问题 基本上我会很勇敢或者是勇于去面对它 我遇到不会的事情 我也会想办法去解决它 那如果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一定会想办法去找资料 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学习 比较就是表达自己的那个 对啊 这个过程就是学习 我可能会去请教别人 我可能会去找 学习方式 对对对对 我可能会去找资料 我可能会去找方法 这个其实都是学习 这不就是学习吗 我们在学校的学习也是这样 但是 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像是 其实它就是解决问题的历程 对 但是你如果讲那个 刚刚原来的那种讲法 其实那个某种程度也是角色还没转移 那个讲法都还是把自己当成学生 对所以其实还是认为说 我还是学生 你要给我 对所以我就来这家公司 然后我今天碰到不会的事情 你要来教我 那公司为什么会来教你 他不会来教 因为他就觉得 这事情我 我当然知道你不会 可是我们会认为 你可能要来看看 能够用什么方式 但是你要主动去了解 这样不是说等你来教我 对或者是应该要试着 用以前学习到的 解决问题的方法 来看待这件事 对因此有可能 碰到不会的事 自己就要开始去说 那有可能 有哪些方法可以 有可能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你不确定 所以这时候就可能问资深通人 或者是去问你的公司主管 或者甚至有机会 公司小一点他问老板 那这个问老板的方式 绝对不是说 我不会做你教我 不是这个概念 应该是说 这题我不会做 但是我有试着去想 或者试着去找指标 或者试着去问人 然后好像是有可能 用这几种方法 就是你还是要提出你的一些 对或者是说 就算说我去找都没资料 那好像也没人愿意教我 但是我自己想说 好像也没有愿意 好可怜 因为这是职场的 最近也有人讲说 这是发挥职场礼貌的第一件事 就是愿意教别人 那但是这个其实是理想话 那为什么他会变成 在职场有礼貌的第一件事 因为大部分都不教 其实有时候真的会碰到这个困难 或者是说我干嘛教你 搞不好三天就不做了 我教你干嘛 所以其实也许真的找不到人问 找不到人教 那其实我们从小到大 就是有太多这样子的学习历程 碰到不会的是 也是要想办法找方法来解决 所以自己可能要去想象一下 这个问题可以用什么方法解决 但是新鲜人也好 或没经验也好 他很可能会害怕 会担心这个方法是错的 所以可能想要去寻求确认 所以其实你可以跟资深同仁问 也可以跟主管问 甚至跟老板问 但那个问法 我就说常是问法的问题 一个学生角色的他的问法 就是像你去问老师 老师我不会跟我讲怎么做 那在学校老师不可能说 你自己去找答案 不可能嘛 因为是我们缴学费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万一学期末 你给我乱答分数 我会很麻烦 那没有啦 当然老师通常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告诉你 因为通常为人师表的就会觉得 我好像有这个责任要交 对我就是要教会你 但是在公司基本上不是的 因为公司本身一刚开始 他就会认为 你应该是符合这份工作的基本能力 才会让你进来 是的 另外一个是他也会假设 你在学校都已经学会了 某一些基本的共通能力 那这共通能力包括如何去辨识问题 如何去解析问题 甚至如何去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常讲那个所谓解决问题是很重要 我们应该在这个节目讲过很多次 那个世界经济论坛 18年的那个报告 他有提到未来关键能力里面 我个人认为最重要其实是 Active Learning and Learning Strategy 就是主动学习及学习策略 那个学习策略 那个就叫做如何学习的方法 就是我们要懂得怎么去学习这件事 那其实问题解决某种程度也是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要学会怎么去解决问题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说我假设说我没有经验 然后我要去面试也工作 那对方可能会对我有一些挑战 那我不应该说我很愿意 应该说我会想办法去解决 是的 就是我们应该讲的是 我碰到问题 我并不会被问题给那个吓到 然后我就逃避他 我会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我要想尽各种办法来解决他 另外一个 这也是呈现出成长型心态 或者叫发展型心态 对 会找各种方法试着去解决他 不会害怕 我用的某一种方法是失败的 不会害怕被那个不成功的结果 来评价自己 这种其实就是成长型心态 所以基本上很多会不敢去做尝试 或者是不愿意去想方法 我不是常讲 没有对策是最好的对策 因为你就不用担心会有失败的结果 是不是 之前那个寄生上流不是这样吗 没有计划就是最好的计划 那其实如果碰到 因为我没有经验 然后我就告诉他说 那个人家问你 人家挑战你说 你没有经验 你怎么知道你会做这个事 那我们当然知道 每一个人都会在工作期间碰到 不会做事 因为就算你当下不会 你未来也会 因为我们会有机会升迁 或者是有可能会碰到 超过 人生就不断的有挑战 对啊 那你看那个像彼得 彼得原理就在讲 每一个人在职场当中 就是 一定会到自己 不知道怎么做的位置 就是一定会升到自己 无法升任的一个地方 那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 最近 作者又出了一本叫彼得处方 真的假的 对 其实他已经列出 怎么解决彼的 是喔 终于也隔了好久 对对对 但我还没看 我觉得应该是不用意外 大概就是类似是往 主动学习 对啊 然后就是往那个所谓的 成长型心态这个角度去发展的 那老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工作会讲说 无经验可 然后就有人问说 那是真的不用经验吗 如果他这么写当然是啊 真的喔 对啊 基本上他就是蛮相信说 他们公司的这些工作任务 其实你不太需要过往的 有的甚至觉得过往经验 是一种干扰啦 其实早期 我知道的是某一家房屋仲介公司 他们其实是绝对不用 有职场经验的人 为什么 这家公司现在在 他们要一个纯白纸 就是你连职场经验都不要 是喔 好可怕喔 那后来他们 好像完全的洗脑之类的 对对 他们对自己的文化 深具信心 就是他们觉得说 我就是要一个 完完全全新人 从学校出来 那不管是大学毕业 或研究所毕业 就是你绝对不可以 有任何职场经验 全部就是一张白纸 那后来他们改变了 后来他们改变说 不能有防众经验 相关的 对 就是你有其他的产业经验 OK 但是你不能有防众经验 我认为他之后会愿意采用 有职场经验 但是没有防众经验的概念 其实他可能也源自于 至少子化 刚开始出现了 没有这么多人 对 已经没有那么多人 让你这样子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的 对 所以其实那种无经验可 有一种是这一类 就是他们就对自己公司的 经营理念 产品服务是深具信心 所以他就认为说 你不需要拿什么经验来我们公司 我们就培训你 是的 这是一种 对 那另外一种 当然他们就会觉得 这样比较单纯 对 就是是不是他 有没有很 刚刚我讲那种非常强势的文化 或者是理念 这另当别论 但有些人就是喜欢 真的就是 我比较容易 有些人会说 我以前就不是这样 对 他就是说 我就是比较容易去管理 或者是比较放在说 相对来讲 他的薪资待遇是比较低 其实我觉得 如果有公司主打这种无经验可 可能还是要去了解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 那这个其实我们还是要正向肯定 愿意这样子 任用社会新鲜人的公司 真的 不然就会很像那个图片是说 我需要工作 但你没有工作经验 对 所以我需要工作才有工作经验 那我要怎么做 他说你就去工作 但我们要有经验 对 就是会变成 就是会让很多人 陷入那个所谓的循环 对 没有错 好 今天这一集就是想跟大家说 即使你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但我们仍然可以透过其他的方面 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跟价值 在求职的过程中 我们还是要保持持续的学习成长 然后积极的态度跟自信的心态 才有机会在过程中逐渐累积 然后转换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对 其实没有工作经验是一回事 但是在任何一次的求职之前 或者整个历程 其实都必须要做好求职准备 就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去理解 对方这家公司 还有这一份工作的要求 对 没经验是一回事 没准备是一回事 对 就是我们做好准备 然后态度积极 然后也同时 很清楚知道自己能够提出的贡献是什么 我觉得当这些准备都先准备好 其实没有经验这件事情不见得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阻碍 因为有时候这个会是一个优势 这反而叫做不平等优势 因为像我们现在就没有机会变成用新鲜人求职 对不对 新鲜人感觉还有无限的可能性 就是一张牌子 然后就是一个完全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其实学习是就业的必经历程 但是它并不是我们求职的目的 求职的目的其实还是希望可以到这家公司 这个机构贡献自己的专业 创造自己的价值 然后跟这个企业可以共同成长 共同发展 那个我认为才是一个可以比较永续的一个目标 这样子 OK 谢谢大家的收听 这一集的职业心理学 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如果各位觉得我们的节目 值得分享给其他的朋友 那就请你们帮我们按赞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其他的好友们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